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再来测试豆干与香肠 我们只需要在豆干上滴入一滴 解体上直接滴上试剂 如果产有造黄或亚硝酸盐等非法添加物或防腐剂 立刻变色现行 而近来最火红的则是莱克多巴胺试剂 取血水 肉瓶只要取血水滴上试剂 一条线迅速被揪出来 第四季开始 我们的瘦肉精的快塞的产量 已经暴升到三倍以上 那目前市场还在观望 那我们预估大概就是明年 美猪就进口猪肉开放之后 我们在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快塞 可能会突发性的成长五到十倍以上 政府开放进口莱猪 让快塞世纪跟着爆红 甚至带动其他试剂的销量 成了带路机 整体食安相关的试剂市场 国内就广达四到五亿 也是因为国内快塞试剂产品 实在很多元 光是食安部分 奶 蛋 豆 鱼肉 无补杂粮 从非法化学添加剂到农药 抗生素等等就能验70多项 另外毒品中西药餐尾也能验 甚至有趣的产品也不少 像是母猪只要验尿 就能知道是否怀孕提早应变 还有不孝伤人 为了要有更多乌鱼籽 就在饲料中参入雌激素 让雄乌鱼变雌的 从水中就能验 是否有残留的荷尔蒙 还有米的纯度 是否符合标示也能验 就是因为国内试剂业者 已经做到了一条龙 从动物房研发抗体到后端 不断调整胶体筋 抗体结合的灵敏度 研发技术高居全球前五大 有趣的产品里面来讲的话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还在摸索 这个东西到底市场性大不大 其实它是技术上是可以做得到的 只在于说大家使用上 然后法规上 是不是有一样的辅助的效果 只是终究还是有极限 譬如眼前这些美味佳肴 是有些已经处理过后的 或是已经调味过后的 这些东西里面可能有一些盐分 或是一些PHC的关系 在我们的世界上面 会比较没办法那么精准地 显现出它的阴阳性 后端排除熟食干扰 技术仍能做得来 不过单纯快筛依旧有难度 因此想要如古代迎针试读 恐怕还要再等等